修好了 走 下面那个电力是应该开了 果然 哈喽大家好 我是汤姆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玩一张 Minecraft的恐怖解谜地图 张地图的那边叫做《心灵牢笼》 那么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第一集的话 可以点击屏幕中间那个按钮传送到第一集的地方 那么第一集我们从这边上来之后 我们又遇到了一位新的人 然后这个是李雪盈 没有错 跟着我们一集的 然后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位 你好 请问是 博士的首相 我是来这里参加实验的 那个女生是被绑来了 我只是想找到我的姐姐 我们怀疑博士是不是隐瞒着什么 你们的怀疑是对的 我叫赵徐昌 是博士的学生 我可以告诉你们 是想的来龙去脉 请说 博士正在预订了一个改变世界的计划 他想要用心灵控制技术控制全世界 这 这怎么会呢 你刚才说你是来参加实验的 其实啊 这只是对外界的一个谎言 他的真正目的是 是想用心灵控制最新的自己的路线 那我的姐姐 你的姐姐也在牢笼里吗 嗯 在很久以前我好像见过你的姐姐 他被心灵控制了 那他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 这座牢笼太大了 我一直被关在这里 哪儿也去不了 那博士为什么要组进部队呢 当然是为了孔武佐他进行全球控制 博士正在研究心理控制器 一旦时机成熟 博士就会在世界各地步入这个仪器 不 怎么会这样 那现在该怎么办 想办法把这门上的锁解开 我可以让你出去 真的 你应该是刚进来的实验者 身体还在仪器上 只有你能够出去 这个牢笼大部分是我的剑 我的真最熟悉 那你不能出去吗 除非你能找到我的身体 并连接机器 但我已经不抱出去的希望了 那我能出去吗 姐姐可能已经 一样的 也需要找到你的身体 我现在就去找放出你来的方法 嗯 阻止博士就靠你了 那你出去以后能想办法 把我也救出去吗 嗯 我保证 那个赵旭臣看起来有些可疑啊 我要相信他说的话吗 暂且相信吧 这种情况只能相信他了 好的 走 我们现在来解一下谜 这边好像有东西 我们来看看 也许 好 没有 这边有一个下水道 这个下水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但是我拿不出来 好像是把钥匙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一楼这边的 这是个中 时钟谜题 应该是开这个门 这是电力不足 好 这边应该没东西 我们先上二楼看一下 这个房间 这房间有什么东西吗 全是蜘蛛网 三点半 OK 那这个时钟谜题 我们现在应该解不了吧 那个时钟不能按的 这里可以进 六位密码 还要找六位密码 等等 这里呢 呦 恶魔在这 全是蜘 要把它拼凑出这样的图案是吧 拿到了 金色的钥匙 好 走 哎哟 他从地里钻出来 吓死我了 这边可以看吗 这桌上有个把手 但是打不开 看下这个锁住了 黄金钥匙 电池 我们再往上去看看 这边需要银灰钥匙 哎呀 他又玩这种套路 还好我随手关门之后看到了 我去 这边有个按钮 什么东西 这个配电箱打不开 却找到有没有螺丝刀吧 找到螺丝刀后 用螺丝刀对准电箱 会出现使用按钮 电脑请对准后 按鼠标右键 找到螺丝刀 这里怎么有门啊 WTF 这是什么 R.A.P. 有人死在这了 不会是你姐姐吧 这么多门啊 密码本 ABCDEFG 哦 我知道了 R.A.P. 114514 是6位密码 nice 这是不是有箱子啊 没有 看错了 走吧 6位密码在哪里来着 这里 OK 找到了这个钩子 这钩子应该是够那个地下室的那个下水道那个钥匙的 好像现在勾不了 你在逗我吧 好 我们有了这个带绳子的鱼钩 我们应该去可以钩这个 丢出去 拿到了拿到了 好 调根钥匙 调根钥匙是开这个的吗 果然 嗨兄弟 谢谢你放我出来 没什么 你能告诉我 博士为什么要心灵控制全世界吗 我们时间紧迫 我长话短说吧 是这样的 博士小时候经历过战争 在战争中 他的父母都去世了 所以 博士最大的愿望就是世界和平 但是博士后来发现 只要存在利益冲突 世界和平永远都不会到来 所以博士就想通过星空的方式 让人们停止战争 如果所有人都听命于他 那么 就不会出现真正的消炎 这太极端了吧 等等 你之前好像说过 这座牢笼大部分是你建的 这是怎么回事 唉 我被博士利用了 当时 博士告诉我想建立一个虚拟的实验场 我根本不知道博士的真正目的 所以 你就帮忙了 对 那个 我们可以走了吗 嗯 还是赶快出去要紧 但是怎么出去呢 这个牢笼里有一个控制室 我可以解掉神经信号 这样你就能出去了 我怎么听不懂 总之 找到控制室就可以了 不过控制室并不遥找 它的位置是不断变化的 我们需要找到新链坐标塔 并停止它的运作 这样控制室的位置就固定不变了 啊 这 还有一件事 其实通往新链坐标塔的路也是会改变的 那这怎么找啊 只能一边探索一边前进来 哇你设计这么难干嘛 我们快走吧 我真无语了 它设计成什么鬼 驯服 我真不想驯服 你说实话 银辉钥匙 漂亮 银辉钥匙原来在你这 我真无语了 走吧 我们团队伙伴又多了一名 走 我们去最上面那个地方 是这里 这什么东西啊这里 播放 缺少电池 哦 电池放这的 好 这里是干嘛的 这里是烤肉的地方 他们两个人怎么没来啊 好吧 我们播放一下吧 卧槽 这么快 等会儿 右 左 下 上 下 左 nice 多强啊 蓝色电线 对哦 不对 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螺丝刀 兄弟们 这怎么有个水桶啊 这地方就要有个 WTF 我是真没看见 我刚才是真没看见 好像要从下面那个地方上去 对 要从这个地方上去 好 然后把电线接上去 修好了 走 下面那个电力是应该开了 果然 果然 什麼東西啊 你搞我 哇 我們來了 我們來到了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本書 這本書能看嗎 這邊有沒有密碼 1是紅 黃是3 藍是5 紫紅黃 等一下 紫紅黃 哪有紫 這是紫嗎 哪有紫啊 它應該是紅黃 紅黃藍 應該是紅黃藍 這邊有個按鈕 八位密碼 八位密碼 等等 難道 135應該沒用吧 它寫的八位密碼 就一定是八位了 所以是 紅色 紅黃藍是一個 然後紫紅黃又是一位 這邊可以進去 這邊有個燃料不知道有什麼用 哦 你們注意看 它下去之後這邊有字母的 BYTE 我知道了 NICE 找到了 彩色鑰匙 哇這彩色要是好好看 牛B 然後我們去上面 這個彩色這個地方 這走廊那麼長你搞什麼 跟我來啊 欸 他們不跟我來完了 啊 哇這走廊太長了 我跟你講絕對有問題 你們能不能跟緊我一點啊 啊 對啊對啊跟緊一點 離我那麼遠幹嘛 這什麼啊 這什麼啊 進不去 這裡呢 這是什麼 這是我爸爸做的全溪投影衣 你父親做的 什麼啊 嗯 我爸是軍工廠的設計師 他希望用全溪投影技術迷惑敵人 軍工廠的設計師 這會不會和李雪銀被綁有關係 我爸爸把全溪投影衣的出代機給了姐姐 經過姐姐的改造 投影衣有了錄音功能 這裡則是他投影衣肯定是姐姐留下來的 裡面說不定有姐姐的錄音 但是 他現在服務沒電了 我有燃料啊兄弟 電池 好 找電池是吧 行 找電池說不定會有有用的信息 這裡進不去 這裡可以進了現在 好 所以他一定要觸發那個劇情才可以 我們去前面看一下 前面有個檯子 有個儀器 哎呦 這為什麼有個這麼一個地方很奇怪 請輸入三位數密碼 一三五嗎 就這啊 就這啊 全溪投影電池 有電池 我們先去前面看看還是先把電池放上去 這邊是死路 哇好酷啊 喔 雪茵 是你嗎 姐姐 雪茵 這是我留的錄音 我把它留在這裡 你姐姐跟你說話你為什麼看著我 我們可以聽到 你不用擔心我 當你看到這個投影儀時 我已經逃出去了 或許你不知道為什麼 博社要綁架我們 那時候 博社想邀請爸爸和他合作 然後給他研發武器 但是被爸爸拒絕了 後來 我們就被綁到了這裡 博社想以此來威脅爸爸 爸爸 只好答應他的要求 可是 爸爸來到實驗室的時候 博士卻說 要讓他研發出他想要的東西 才會把我們放出來 到了晚上 爸爸趁博士睡覺 偷偷地把我救了出來 本來 他也想把你救出來 但是卻找不到你的位置 對 對不起 妹妹 沒能救你出來 真的 對不起 姐姐 然後 我希望你同意移入而已 別放在網路裡 希望你能聽到 如果 如果 如果你能出去的話 就在克什米爾來找我 姐姐等著我 姐姐等著我 OK 她姐姐已經逃出去了 下面有個箱子 核等於23 什麼意思啊 什麼東西什麼東西加一起等於23是吧 那不對啊 這邊還有東西嗎 我們再看看 我怕遺漏些什麼 這邊有個梯子 剛才沒有了吧 哇 哇 我出來了 我靠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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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什麼等於23 它一個數字只能按一個 那就98 9842 我以為它能兩個都按 六角晶體碎片 什麼啊 六角晶體碎片 我等我 我們這是出來了還是 沒沒出來呢 那邊好像有個東西 去看看那個儀器 請輸入三位輸入密碼 我不知道呀 哦這個是六角碎片 全早期之後應該就能從這出去了 欸這邊怎麼還有個三位 呦 那邊是什麼指令方塊 不對啊這好像是一個鏡像 倒向的世界 這邊有個箱子 鐵敲頭 不也還要找什麼木棍之類的吧 先把沒用的東西放上去 誒 卧槽 哈哈哈哈 哎喲靠 下媽會見死號怎麼去 誒 走著走著就碰到了 牛逼 我就說這個地方感覺總會藏點什麼東西的 來來來 但是這個能破壞什麼東西 能破壞泥土 這麼多泥土呢 能挖紙巾的東西是不是 剛才我注意到有這個 所以它這個是什麼意思 是對準這個下面 是這裡嗎 哦 果然 六角碎片晶體 現在有半片 還差一片 就差最後一片了我就能開了 我就能組合成一個完整的六角晶體碎片了 應該最後一個是那個密碼了 就是那邊那個密碼了 哦我知道了 是235 它這個是那個輪廓 你看它這個輪廓這兩邊是一樣的 我就說這兩邊怎麼他媽一樣的 也不是什麼符號什麼的 然後 哦 235 明白 我去 我人傻了 我看了 不管你們說 我在那個牆上我盯了15分鐘吧 我傻了 我傻了 yes 那就對了 那沒毛病了 六角碎片 來了 哇好酷哦 這裡突然魔幻了起來 我怎麼又回來了 不是這 兩邊一樣的嗎 等等 不一樣 先走上面 等會兒 等會兒等會兒 等會兒等會兒 我怕我到晚進去走不出來了 我先下去看 哎下面都好嗎 就走走下面吧 下面吧下面好 不會到晚走完下面之後 還得讓我上來吧 這邊好像是被監禁的一些人 沒東西吧 沒東西吧 有東西 你騙我 好 詭異的唱片 我現在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真的 好 這邊應該沒東西了 100% 下面也沒有 OK好 我們繼續前面吧 這個唱片應該要放一下 感覺是什麼錄音之類的 冰金鑰匙 好吧走 我們去走迷宮 我服了 這邊沒東西吧 哎呀這迷宮真的很煩啊 這邊是單條路的 先走單條路 我靠 你嚇死人 12345 選擇確定 先唱片 先定唱片 啊 我知道了我知道唱片是什麼意思 等一下等一下 重新聽一秒 3 2 這個屌這個有點屌 就是輸起來有點麻煩 冰金鑰匙 有了 冰金鑰匙是開那個1樓的 我知道 走吧 哎完了 迷路了 沒迷路 聰明 絕頂 哇粉粉的牆 我喜歡這個 這邊是什麼 1號 這裡來 3號 哎等會 不出所料應該還有其他的門 不只只有13吧 後面應該還有24什麼的 果然 是選擇門嗎 等一下 需要黑光鑰匙 先去1吧 先去1 好嗎 因為這邊有四個門 先去1吧 這是什麼東西 規則 先看一下規則 移動方塊到指定位置即可 每次移動只能移動到相鄰的格子中 哎呦我去 哎呦我傻了 我靠哪個鑰匙真那麼費勁啊 我服了 黑光鑰匙走走走走 哎呦我真的服了 這麼大一個地方 就為了拿這把破鑰匙 我真的是 是這個門嗎 這怎麼又有這麼多門呢 哇塞坦克 那個部隊 什麼原型機 哇塞 可以看一下這個嗎 哇好帥啊 What 這個好酷 這裡看一下 哇塞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保護產公司是吧 我們絕不能讓博士得償 原來就是 這克隆的是誰啊 可以看看嗎 看不出來 這邊是什麼 需要和什麼東西嗎 哇 哇 What 好 好我去試試 找電箱是吧 先去右邊這個吧 這邊有三個門 這邊需要密碼 哎呀我真的是 這是什麼 哦電箱 需要一個工具來破壞它 得了 這邊的話是剛才看到的那個 房間那個儀器有個數字 我之前不知道什麼意思 然後這邊用上 這個錘子可以幹嘛呀 錘東西 把這個東西錘 鍵琳坐標塔停止運作了 啊頭好痛啊 我 我這是怎麼了 又是這樣 我沒事 只是我又看見那個光頭了 快不得你要跑 這已經是第二次 那我還蠻幸運的 我們要去哪兒 找控制室是吧 呦 這是什麼地方 不是這是什麼地方 電腦右鍵沒有數字處 手機對準沒有數字處可改變數字 沒有數字處 1 1 2 3 4跟5 差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也是1啊 為什麼這缺一塊啊 怎麼在這兒啊 我不理解 好像還少一個的樣子 蜘蛛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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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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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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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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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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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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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出升天 好结局 结束了 OK 那么这样地图也是玩得我头有点昏昏的 那么好像是赵旭城好像是给我们出来的 那李雪银好像并没有给我们出来 好的 那么本期心灵牢笼继续给大家玩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张地图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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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